雷曼爆煲十周年,传媒铺天蓋地仲温历史,对港人来说,当年最大的教训,是股市根本无古王。当年古王汇控005-2008年落难至今。 仍无翻身之日,其他所有曾占守美国债贸资产的金融机构,亦几乎无一幸免。因此,如果十年前的金融海啸珍的有任何教训必须吸取的话,就是投资者必须问一问自己,今时今日,市场最热门的股王是什么?管理学上有条比得原理。 该原理指出,每个优秀的人才,在大型机构里都会得到晋升,直到不能胜任为止。同样道理,一家优秀的企业,自然会愈来愈多人赏息。公司业绩持续向好,买入的投资者数量愈来愈多。 如果,股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练成的,管理曾为了应付股东日渐贪婪的业绩期望,挺而走险进行大规模的收购合拼,或将业务分散到其核心竞争力以外的范畴。 热情的投资者,在激烈的竞投过程中,最终难逃将股王的价格抬高至其估值不能承受的水平。 危险的收购合并与业务扩张计划,往往被疯狂的股东视为进一步看好公司业绩的佐证。 掌声股东变贪男管理曾挺而走险,股王之所以容易落难,是因为派对最精彩的时候,往往是曲中人散的前奏,而在烟花盛放的时候, 大多数投资者会以拥有相关股份为荣,好让自己在蓬贝之间缘要一番。 投资热门股不一定对自己的财政健康有利,但就肯定可以满足一般人的羊群心理,因为他们很容易会找到知音。 即使输了前,由于是大多数人一起输,感觉没有全世界都在赢,唯独自己一个输那么悲良。 试想想,如果投资者重仓持有一只佛人问津的股份,在酒会场合他恐怕只能自说自话, 蓬贝很难会答得上嘴,因此,具备逆向思维的投资者一向不多,因为他们选择的路途是寂寞的。 逆向思维当然也有其坏处,一个人孤方自想,当正全世界都看错了,只有自己的眼光最准。 这种事,一年之中究竟会出现多少次,即使出现了? 究竟是因为当事人自己的眼光其准,还是只不过是因为他好彩? 市场刚好出现一些新的变数,令投资者对相关股份的看法改观所致。 从古王的生路历程,几乎注定其最终必然会落难的悲剧收场,难就难在,大部分人都不能判断,究竟何时是古王由最光辉的一刻走向落难的转折点? 设计一注独赢追捧热门股 追捧热门股没问题 但前提是,第一,千万不可一注独赢,一定要分散风险不同行业,不同地域的市场领导者,因为所有古王最终必会落难,而你很难会事前避过一劫。 第二,要时刻警觉,即使这是不可能的任何,也要企图对热门股营李天花板做个判断,假如做到以上两点,即使2008年前错过孤出过气股王的时机,也不是真的世界末日,因为其他行业的领导者,过去十年一样继续领放,不过,这批十年前的后起之秀,会否已变成十年后今天的老海鲜,这是十年后的今天。 每位投资者必须回答的课题。